洪姓女子在今天终于是假释出狱 而且回家了 这个离家11年 她今天呢戴着帽子 而且呢是围着口罩 但是感觉出来 她的声音真的是充满了颤抖 她回到家 差一点在众目睽睽之下 所有的摄影机之前 她找不到自己的大门 因为呢 他们家已经搬到了旁边 但是呢 母女两个人相拥而弃 寓所人员说 洪姓女子在狱中表现良好 未来她希望能够从教英文出发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关心 离家11年 洪姓女子总算回到自己的家 曾经熟悉的地方 现在却陌生地找不到家门在哪 好不容易与家人相聚 洪妈妈准备猪脚面线 帮女儿去煤气 还帮她剪头发 象征全新的开始 我过一个火炉 然后妈妈帮她准备那个地咖蜜色 一进门的时候就先尝 先吃 按照习俗 然后就是抱抱 跪下磕头 回来就好 好好地过日子 回来就好 这是洪妈妈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 在狱中待了11年 洪姓女子假释出狱 一身休闲服装戴着口罩压舌帽 尽管洪姓女子的脸庞被遮住了一大半 还是看得出她亲瘦许多 11年前的洪姓女子身材原论 但是神情憔悴 如今整个瘦了一圈 唯一不变的是她那副黑框眼镜 11年的劳育生活 寓所人员表示 洪姓女子表现很好 是其他受刑人的英文小老师 英文能力不错的她 出狱后希望能朝英文翻译工作发展 她出狱之后就是希望从事 英文翻译的工作 假释出狱的洪姓女子重获自由 对于未来她说感到茫然 但是希望外界仍然让她安静生活 更新协会也会尽全力协助她 重新适应回到现实社会 这里新闻季博士许琼文SNG小组 高雄报道